偶爾我會反思一件事情 難不成國際的這些大人物 說話都顛三倒四的嗎 昨天如果你有看前線百分百 您一定記得 這些油國 OPEC成員國 其中一個大國 他說 所以油價即將反彈 彈到了60塊 所以前一天的油價 一度彈高7% 今天呢 看20塊 60塊20塊 加上是40塊 博姐 我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其實我在猜 OPEC裡面在開會的過程當中 一定在耳語 為什麼要耳語呢 你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油價往下繼續跌 對不對 他們減產了 好 你本來OPEC大概占全球 供應量大概30%左右 你一減產 你的市占會不會往下掉 會對不對 會啊 好 你市占往下掉 你的影響力是不是縮小了 我們昨天有一張 那個漢偉提供的 全世界的油 它的市占率 OPEC成員國呢 在全世界油的市占率 應該是大概四成 然後第二大呢 其實是美國 美國占了一成三 俄羅斯呢 占了一成一 我印象中 其實OPEC成員國 它現在不減產 就是要保有它的四成以上的市占率 不要讓那個美國 額鹽鹽油一成三 做大就對了 這是一個 那另外啊 其實以目前波斯灣這些油國 邊際生產成本來講 他們是在20美元啦 那 額鹽油的部分大概是在50到60美元左右 所以其實這樣來說的話 它根本不怕 它說20美元我覺得這是合理啦 那再一個是說你 沙烏地哈佛自己手上外衛存體是7500億美元 就是它根本不怕你這樣子油價一直跌嘛 以前賺翻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這樣子做 是他們在宣示自己的主權 就是說我告訴你 在這個油價的市場裡面 我才是老大 那另外我們看到 我會張這個原油需求表 這個是之前 這個整個這個OPEC這邊統計的 他認為他預估需求量來講 2015年他是下調了這個30萬桶 來到2890萬桶 你看跟今年就有差別了 今年是2920萬桶 對 但是今年你看目標產量是3000萬桶 但是實際因為裡面都有人偷跑 都是偷偷 對 多賣多一點 你看實際產量就是3056萬桶 對不對 那你看其實現在來講 狀況還不是最差 你看2009年整個需求量大概是2893萬桶 對不對 是12年以來低點 結果什麼 我們竟然比那時候還要低 請問大膽假設 莫非明年的全世界經濟 即將面臨到2009年當下的海嘯之後的 經濟蕭條萎縮嗎 我覺得倒不是說蕭條萎縮 而是說成長速度會減緩 你看到今年問題很多嘛 歐元區的還沒解決 現在跑一個俄羅斯跟新興市場問題出來 對 所以這個需求量勢必它是下調的 IMF今年也三降明年全球的這個所謂GDP的預測嘛 所以您言下之意 明年2015年的全世界經濟的黑天鵝 一個是歐元區的歐債跟它的通縮 第二隻黑天鵝是俄羅斯的貨幣危機對不對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我們看得到的黑天鵝 這些已知的一定不是利空 一定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你像譬如說當初油價跌到70美元的時候 大家誰想得到說 這兩天竟然大家都在討論俄羅斯發生危機 油價跌到55美元 沒想到 之前大家都不會 所以我認為現在大家檯面上看到 絕對不是未來會發生的東西 這是可能後面要去做留意的 那另外油最近這樣子 當然會影響到俄羅斯嘛 那所以我想俄羅斯在這裡來看 短線上這個他們前財政部長這裡有講 可能未來會引發一個危機 那你看到11月從中央銀行這些資料來看 這個外匯存體大概是4205億美元 其實還OK 還OK 但是它的外債竟然高達7000億美元 有這麼高的外債啊 對 但是那個是分批到期的 那個不是說一次7000億到期 所以這個我想後面他們 就是大家去看 就類似像那時候歐債的時間表有沒有 希臘譬如說哪一個月到期多少 那它後面還差多少 這個可能後面要再去做觀察 那另外的話 最近蘆布貶值 造成一個俄羅斯國內這個 比較混亂的狀況 所以這邊俄羅斯叫什麼 禁止小麥出口 為什麼禁止小麥出口 你看到 最近這一個月麵包售價是多少 民眾說這個麵粉啊 麵啊 還有麵包 這個禮拜不買 下個禮拜又貴了 就趕快搶買物資 對 沒有錯 這個會造成國內的惡性通膨 這是政府最不願意見到的狀況 那請問喔 惠子姐啊 俄羅斯現在的處境 因為它經濟 它整體的經濟是停滯的 通貨膨脹卻是見到的 CPI你看物價在漲 所以俄羅斯現在擺明的就是停滯性通膨 經濟停滯 通膨就呈現對不對 對 它確實是有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它其實現在這應該還是次要的問題 因為它最主要還是處理它蘆布的問題 對 因為它畢竟來說的話 對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還是目前它要先把大家預期貶值的 那個心理因素消除掉 所以它只有先消除掉那個因素之後 才能進一步再處理這個問題 要不然你這個怎麼處理都沒有用 你處理完之後 如果蘆布繼續貶 它還是一樣要通膨 蘆布重貶 創下歷史新低 你那個升息 它的基準利率 升到一次升26 升到17% 然後呢 錢還是留不住 好 佳載 你看畫面上看到了嗎 蘆布最近五天由重貶 歷史新低的重貶轉身 聽說要感謝中國大陸習近平跟李克強 待會兒再來說 我們先看他們通過膨脹的壓力 給伯傑把它講完 連番茄中漲價 那我們把番茄賣給他們好了 我想 但是你應該會虧錢 為什麼 因為你去賺蘆布啊 對 不想賺蘆布 你去賺到蘆布 對不對 這也是虧錢嘛 賣兩顆番茄賠一顆 對 沒有錯 這就跟那個筆電大廠 最近這兩天在講訊息一樣 好 所以啊 這個最近就有人開始在講 一些飲料大廠在俄羅斯的銷售 因為佔到他們業績三分之一 包含這個加士博啤酒 當賣了一家公司 甚至是可乎可樂的部分 這個未來可能企業上面會有點利空 那這個會不會影響到整個全球一些 相關大型的這些食品業者 我覺得這也要觀察 所以他們現在政府今天俄羅斯最新規定 就是不讓小麥啦 麵粉啦 穀物出口 就是供國內自己用 來穩定物價就對了 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就像剛才講 惡性通膨的問題 好 另外的話 因為蘆布一直扁 這個銀行也會出問題 因為你銀行會有外債嘛 尤其是美元的部分 所以這邊這個俄羅斯他有一個聯邦準備基金 他就提供了300億的盧布 去紓困他們一家叫做信託銀行的這家銀行 所以他們已經有銀行出現了 對 出現了危機 像擠兌啦這種危機狀況 對 不是擠兌 就是說銀行可能資金上面會有流動性的風險 轉不過來了 對 所以他是提前做紓困的動作 好 那當然我想這個後續他要趕快去處理 因為如果銀行這個出現股牌效應的話 整個俄羅斯的金融出現系統性的這個問題的話 這個會很麻煩 銀行垮了 國家經濟就完了 對不對 就像冰島一樣 你那時候冰島垮掉就是他們銀行的問題嘛 那另外的話 其實你看到剛才蘆布那張圖 最近很明顯 短線上出現了這個扁轉升的這個效應 升了五六天囉 對 我想中國在這個時候適時的伸出援手 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中國在這裡 你看到最下面那一點 他講到擴大換匯來幫助這個俄羅斯 他認為說有助於穩定這個蘆布的匯率 請問他的換匯意思是不是 蘆布換人民幣擴大額度是這樣嗎 對 沒有錯 因為原本談妥的是說 三年有1500億人民幣的額度 對 那現在中國講 沒關係 你有問題 我願意擴大這個基礎 這個1500億 這個後面我們可以再談 你要2000 2500億 那當然其實這牽扯到一個貨幣的三角關係 那再一個是說 其實因為俄羅斯的原物料相當的豐富 你看到今年11月 中國大陸從俄羅斯進口原油高達到331萬噸 這個是年增65%是創下過去的歷史新高 哎呀 你這麼講 漢城 我多一點陰謀想法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他說我跟你換匯嘛 沒關係 你不值錢的蘆布給我 然後人民幣換給你這樣子 可是他可以簽 簽一下合約說 那你俄羅斯的油便宜的就賣給我 多少多少 因為中國大陸還是需要很多的油 對不對 這也是有可能的 我記得上個禮拜五選哥有提到一個 把這個中國所中的這個所謂的美元資產 有沒有 美元的債券把它賣掉 然後去買這個所謂的俄羅斯的債券 俄羅斯就起來了 所以可見的俄羅斯的普亭 跟中國大陸習近平都有看百分百 對啊 沒錯 其實我認為 其實蘆布已經貶了差不多一倍了 對 那其實這邊要再大貶 其實機率也沒有到那麼高了 其實沒有錯 這個最重要的還是一個 國際政治的一個戰鬥爭 陰謀鬥爭 那其實美國他其實用了這個方法的話 等於是已經算是一個後冷戰 新冷戰 就是他把俄羅斯完全的孤立 但是現在來講 就是說從中國的立場 他絕對不可能看著美國 把俄羅斯打垮之後 變成美國是超級強國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還是要做一些的牽制 但是我覺得這個上面 在外匯上給他一些協助 但是事實上俄羅斯的危機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解除 因為事實上這個油價 還是有可能是持續的修正 因為像現在來講 就是跌到55塊反彈到60 可是現在連普丁姐都講 我要為40塊做準備 沙國都說20塊我也不減產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整體整個油價戰爭 其實還沒有結束 所以伯傑結論給您囉 到底油價是反彈上看回到60塊 還是直接下探20元 因為連沙國 齊芬姐剛說的 俄羅斯跟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全部都說這碟這碟我也沒在怕 我想你這題滿難的 因為連沙國的部長自己都猜不出來 我們來看如果再跌其實對經濟是不利的 欸 齊芬姐好像不太理想是不是 對 其實今年我們主技術預估整個第四季的 經濟成長率會跟第三季相比的話 其實是會有一點下滑的 那我們從最近看出來的 包括工業生產指數 還有一些商業的指數來看的話 事實上就是說 雖然都還是正成長 可是成長的幅度是縮小 然後再包括我們最新公佈 11月的外銷訂單 事實上成長的幅度也都是在縮小 那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昨天的外銷訂單 成長幅度年增只有6%是走弱的嘛 對 專家的解讀是說因為那個蘋果啦 或者是智慧型手機的拉貨高峰期過了 所以這工業生產指數也是因為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都有 因為整個第四季當然是說先前先拉貨 所以整個第四季的需求 我覺得是有一些減緩 因為包括當然就是說前段時間 這個有關於這個石油的事情 整個金融市場震盪都比較大一點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整個很多的這個國家 包括美國 最近剛剛那個存污銷售也都是在下滑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成長 在這邊可能有一些的 需要一些做一些的整理啦 第四季往常都比較淡是不是 其實以現在11月份的生產指數來講 會下跌有兩個重要原因 一個叫做觸控的一個 所謂的高科技產品是下跌的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什麼 就是小尺寸的一個部分來講也是下跌的 所以這部分的出口數字來講的話 就可能比較低於預期的一個情況 然後第二個數字來講就是什麼 剛剛我們一直在提到的油價的一個部分 對 油價實際在叫下跌 使得我們的這個有了出口的一個部分 出口的一個所謂的原物料的一個價格 也是跟著下跌的 沒錯 所以這部分來講也會影響到 整個出口的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油牽動整體的全球經濟 我們的生產啦 商業啦 也都是息息相關的 不要忽略油價是不是繼續崩跌到 20塊的重要性 但是呢 但是講到那個 如果說第四季 拉貨啦 蘋果這些智慧型手機 拉貨旺季已經過了 因為高峰過了 那明年呢 漢城會有一個答案就好了啦 如果說明年什麼時候才會比較明顯的 那個拉貨新產品再推出來的機會 是落在哪裡 我覺得其實一月份就會有機會的 一月份嗎 對 一月份 其實通常是淡季 對不對 比如說半導體來講 第一季都是淡季 可是問題是第一季 一月份來講有什麼 有一個叫CES大展 那我相信這部分來講 德國CES大展 對 就會有很多新的電子產品出來 包括像新的手機 很多家都說要推機黃的一個部分 然後穿戴式的裝置 有物聯網這樣的一個題材 反而在明年來講的話 其實第一季來講的話 應該都還是有一些淡季不淡 這樣的一個需求出來 我喜歡這個答案 因為明年的一月份 漢城這個答案 比我想像當中還來得早 有人說可能要等到四月份 這個拉貨 新機推出來 才會有期待 一月份除了有國際型的電子大展之外 惠慈姐 蘋果 我覺得蘋果這次庫克厲害了 聽說大中小尺寸 iPhone手機有大中小尺寸 通吃 它是怎麼吃 尺寸差在哪裡 對 因為現在的話 大家在最近其實蘋果這邊的話 消息倒是蠻好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先是有所謂的 可能會追單的這樣子的一個數字出來 因為第四季的話 整個銷售可能比預期要來得更高一些 如果照這樣推論來看的話 第一季的話 可能整個的一個銷售的部分 跟需求的部分 也比之前預期要來得高 再來的話就是說 顯然庫克部分 也有它自己的一個算盤在 因為之前的時候大家看說 這次新的iPhone出來的話 終於把尺寸放大了 以前的話每次都小不隆隆的 然後別人都做那個比較大的尺寸 那還又不知道現在很多人 其實大家都很容易 七早八早就老花眼等等之類的 因為之前來講的話 堅持就是我一定要放在一個口袋裡面 這是賈伯斯的想法 那賈伯斯走了之後 他就把這個規則給顛覆掉了 然後尺寸稍微調了一點之後 沒想到大受歡迎 因為蘋果迷其實還是相當的多 那蘋果迷又習慣它的軟體 但就是唯一不習慣的就是說 別人的尺寸都很大看起來很舒服 只有你的看起來小不隆隆的 所以他就發現 我既然這麼多人都喜歡我的東西 又有一定的忠誠度 那我在尺寸上面去做一些文章 有大的有小的 你有的時候是使用方便 有的是帶出去方便 有的是看起來就很可愛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可以去打這個市場 所以畫面上的刺卡 確定它在明年要推iPhone 6s嗎 然後你看有4吋 4吋是它原來的尺寸 最原始的 5.5吋是Plus那一支 4.7吋 還真的大中小 那以後就 該不會全市場都被iPhone給拿走吧 就會變成是說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 有些人喜歡用大的 小孩子可以用小一點的 然後再來來講的話 這一次為什麼 就是說它做得相當的積極 因為的話第一個就是說 它發現其實它在大陸的部分 其實還蠻好的 因為這一次來說 為什麼說整個供應鏈第四季狀況看起來 好像銷售的數字看起來 比預期要來的好 最主要就是在大陸的這一塊 大陸這一塊來說 比預期要來的高 而且成長相當的強勁 那如果照這樣來看的話 當然大陸部分 因為市場還是相當的大 那麼蘋果來說的話 上次兩個尺寸可以選 現在三個尺寸選 越來越多 而且聽說是iPad的部分 明年反過來 之前iPad都小的 對不對 明年聽說要出個叫做巨型iPad 什麼叫巨型iPad 13寸的iPad給你 那就是變成說 都是各種都是有大有小 有的人喜歡用大的 你就用大的 有的人喜歡很迷你的 可以放在身上的 看起來很時尚的很Q的 你就可以用小的 所以它明年的話 就是動作很多 因為它變成是 它第一個它有Apple Watch要推 然後iPad的話 它聽說有大的iPad要出 巨型iPad要出來 然後再來6S的部分 它就給你三個 三個一起來 大中小全部都來 所以照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蘋果這一次的話 iPhone 6還是蠻受歡迎 因為包括現在 楊玉超他就弄了 耶誕節的五個禮物 五個禮物的話 你看挑選五大耶誕禮 其實他每一年都有在看 就是說賣的比較好的東西 然後今年裡面 他說第一名的話 就是iPhone 6 iPhone 6 Plus 這裡面的話 它有概念股 概念股就核碎大力光可乘 那怎麼沒有鴻海 因為他說核碎 沒有鴻海 對鴻海 他說對核碎比較有利 因為鴻海會搶核碎的單 所以他就寫了核碎 沒有寫鴻海 然後再來的話 他也寫到Beats的藍牙喇叭 因為這個很低價 那就是只有100多塊美金 然後又很輕等等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聯想的這個平板 因為聽說是規格的部分的話 這個附加價值很高 然後再來雲端攝影機等等之類的 然後空照機這個 那這應該都是比較新鮮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回來看 我覺得其實就蘋果來說 我們看蘋果的股價 先看蘋果的股價 再回來看他相關的股票 你看蘋果的股價 前面那一波跌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看起來好像很糟糕 對啊 對 看起來好像要破線了 看起來好像快不行了 就又勾角了 對 他就到季線這裡就止住了 又上去了 那個勾角是不是在勾 那個大中小通區 對 其實沒有 他前面前兩天就在傳說 他的供應鏈的 就是第四季的數字上修 第一季也可能會上修 那第一季可能會追單 那第一季追單之後 後面也有新的布局 就是大家現在看起來明朗 那看起來明朗的話 如果你知道他明年有哪些東西 會陸續出來的話 雖然不能期待說 他一定有多大的亮點 但是問題是 他還是有一個產品策略在 對 這個就很重要 講到策略 我問一下漢城 因為剛剛聽惠子姐 講那個蘋果明年的新產品 怎麼感覺好像那個 我們的宏達店以前 打的雞海策略 是不是有一點點 什麼什麼什麼 我都為保全世界 你要什麼都給你 有沒有一點這種味道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低階的部分來講 還是有低階的一個市場 為什麼小米會做的這麼大 所以它是專制低階的市場 等一下 我把它問清楚 它這尺寸小 它不一定是低階 搞不好一隻來兩三萬 貴得不得了 一般來講比較不會 因為高階 你已經有高階的市場在那邊 如果說你小的都做高階的 那你會打到你自己 所以你的意思是 蘋果的三個尺寸 剛剛惠子姐那個三個尺寸 它不但有尺寸大小之分 還有高低階之分嗎 我覺得還是會有的 因為畢竟來講高階的 你這個plus的部分來講 高階的人已經會去拿到這個 你不太會 高階的人 有去買比較小的 所以一般來講小的 應該是供貨給低階的 一個使用者的情況 可是iPhone手機 伯傑 我每次聽都是兩三萬塊 很少有便宜的 我想蘋果 如果小尺寸mini那一隻 我覺得它定價策略 應該跟iPhone5C差不多 就是塑膠殼的那一隻 照理來講 大家覺得它會是貴的 會是便宜的或是比較平價 我告訴你還是貴死人 對嘛 還是貴死人 對 它還是貴 因為以蘋果的這個 整個品牌來看的話 它比較不願意在目前 去打中低階那一塊 因為它如果一下去的話 那就代表說 這家企業成長性 大概我看也告一段落 你講到這個 讓我想到會之前那個字卡 如果明年它會先推 5S的話 不 6S的話 6S嘛 因為之前是6跟6Plus 那這個6S該不會是 iPhone6跟iPhone7 中間的過渡期 只是一個填充呢 是這樣嗎 看起來是有這種可能性 因為 5C也是這樣 它就是在5跟6之間 有個5C 因為它的產品的進度來說的話 它以前就是一年 半一個這樣 那其實的話 你如果在明年上半年 馬上出一個7 這樣也快了一點 對 時間是太快了 所以應該是下半年以後 才會出 好 我們趕快進廣告 我很罕見的看到了 蘋果的策略當中 它是一個過渡期的6S 可是呢 過渡期的6S 竟然可以餵飽全世界 因為大宗小 中低階 不就全部餵飽了嗎 廣告前先看一下 因為剛剛說 為什麼楊映超的個股當中 送禮物 個股裡面推薦標的 沒有2317紅海呢 外資的賣超 外資的賣超 我先口頭戴 外資投信同賣 就有2317的紅海這一檔 外資又跳升到 賣超的第二名 怎麼看待 紅海家族進廣告 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追 這個賣超部分 我自己還沒講完 另外一個 您一定要聽仔細了 立法院今天修法 在交通法法則部分 三讀過關 好多跟你我騎車 開車 法則變好貴 包括並排 包括輪胎 拜拜 拜拜